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Grey 在近一個月大肆宣傳的排球少年劇場版終於正式上映了 為了這次時駕多年的劇場版我都有好好備戰 花了少許時間將動畫前四季一次過重新再看一次 真的不得不說 就算是隔了這麼多年再看 排球少年依然是最頂尖的熱血運動作品 而我自己也有幸在兩個星期前搶到優先場的票先倒為飯 真的第一次見到買戲票好像搶演唱會票一樣 而且當日還見到不少穿著Cosplay來看的觀眾 場面真的挺有趣 今天我就想來分享一下我這個純動畫檔 在看完今次劇場版之後最直觀的感想 內容並不包括劇場未入影院的觀眾都可以放心收看 今次影片我將會主要分為製作、節奏、劇情三個層面來講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始今天的影片 首先就由最直觀的製作層面先說 因為排球少年第四季製作相較於前三季有所效 所以相信不少人對今次劇場版製作水平都有少少不安 老實說 我自己最初都有這樣的想法 但在看完預告片之後 這種擔憂基本上已經消失了大部分 而實際看完後我只可以說是遠超我的想像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今次劇場版單論製作毫無疑問是排球少年的系列致電 而且這一種好的製作不僅體現在流暢的作畫之上 更加是充滿想像力的分鏡 排球的TV動畫品質已經算是相當至高 但畢竟都已經做了四季八十多集 當中雖然都誕生過不少令人讚嘆的分鏡 但難免都會有一些所謂的劍用卡 而今次的劇場版基本上是沒有任何前四季的劍用卡之外 更加有很多過去從未見過 飆轉到令人大開眼界的機位 看的時候真的忍不住想說 竟然還可以有這樣的角度 不得不佩服製作組的想像力 事到如今竟然還可以做出這樣的突破 而我最欣賞的地方就是 這種出色的製作並不是單純只是為了願記 畢竟製作好但實際觀感一般的作品不在少數 今次排球的情況就是 這種良好的製作的確在觀看時有做到營造氣氛 以及引領觀眾情緒的作用 比賽中的緊張感自然不需要多說 但最可以體現到這一點的 相信都是最後一段某一位角色的全程第一視角演出 體感有差不多一分鐘之長 這段不單止製作難度極高 但同時可以好好地去代入當下角色的心境和情況 達到一個沉浸式的體驗 只是製作上的誠意都絕對是值得入戲院一體 一場痛快的屬於排球少年的視覺盛演 然後就是劇情方面 顯然今次比賽的質重點是 在於角色的塑造而非比賽本身 整場比賽互相鬥爭互相學習 互相掃落對方的互動 兩邊都已經是觀眾又熟悉又呃的面紅 烏野和陰區就是教科書一般的 寫作對手獨作朋友的關係 整個過程對於兩邊的隊伍 對於螢幕前的觀眾來說 與其說是令人窒息的比賽 更是一種享受的過程 一個承諾許久的約定得以化為現實的瞬間 而我自己是非常喜歡最後一球的設計 甚至是整場比賽的點睛之不道不為過 夢醒在轉瞬間 不是所有比賽都有一個戲劇性的收尾 正因為這個始料未及的結束 回過神 觀眾那種不捨得的失落感才會如此強烈 尤其是長陽 甚至沒有察覺到比賽結束 準備下一球的過一幕 真是深深咳中我的累點 在這個瞬間不希望結束 這份心情是場上每一位角色 和螢幕前每一位觀眾的共同願望 不過有些部分我不太清楚是不是生改的原因 有時前面龐述還在說某一隊領先 但假一陣其實已經被反超 但對此也沒有作出更多的描寫 就有一種投資不是先說他們領先嗎 何時被人反超的唐突感 幸好比分在今次比賽中的存在感 都是歷來最低 這種突然感並沒有過於影響觀感 最後的部分就是節奏 這部分我覺得就是今次劇場版唯一的小缺點 雖然我不是什麼原作黨對於生改的部分了解得並不多 不過因為劇場版的長度限制 整場比賽的節奏即使是動畫黨 都可以感受到是有少少偏化 過往排球少年比較關鍵的比賽基本上都是8集左右甚至更多 但今次劇場版僅長85分鐘 大概就是5集左右的長度 客觀長度上已經存在差異 而在主觀觀感上則體現在前中期不少的地方 因為鋪墊已久的恩怨對決 其實比賽的過程中都保持著有很多有情懷加持的小雷點 但給我的感覺往往就是 當我開始進入狀態 準備要沉浸在感動的氣氛時 劇情已經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段 很多時候沒有一個足夠的時間去令我釋放醞釀許久的情緒 這一點真是好可惜 因為前面其實有不少位置我覺得是幾感動 例如月島和小黑的一些劇情 但結果就是我都還未反應得及已經過了 作為一場由作品第一季就開始鋪墊的對決 不可以十傳十美地去慢慢品嘗當中的所有感動 真是幾可惜 不過好在劇場版在最後的時候是有去防慢節奏 去醞釀情緒並給予足夠的時間令觀眾釋放 最後一段可以說是原作優秀的故事 製作組出色的製作 兩者達到1加1大於2的協同效果 所以最後一段自自然就成為了全作最大的催淚點 加上大部分作品只要結尾做得好 就可以很大程度令觀眾忘記前面的一些不愉快 因為最後的感動 所以對於前面的部分下廁 我都覺得是變得無雙大雅 反正我自己看的那一場當下是聽到不少哭的聲音 應該都足以證明大家對於最後的情緒勸掩是埋單的 不得不說 炎磨真是今次劇場版的絕對主角 整體來說今次劇場版的評價就是 雖然稍有瑕疵 但做得優秀的地方 遠遠省於過少少的不好 所以依然是必看 必須入戲院看 我自己預計最少都會再去戲院 享受多一次這場 觸動人心的全奇對決 我現在只想知道 既然你片尾都放了彩蛋 那下一場到底何時會出呢 我真是太期待了 好今次影片就到這裡 終於的話記得在下面按讚告訴我 對於今次排購少年劇場版 有甚麼想分享都很歡迎在下面留言 接下來我都會製作更多ACG相關的影片 有興趣就訂閱我的頻道 都可以追蹤我的IG 我會在上面發放新番資訊 以及部分沒有機會造成影片的動漫評論 還會分享我追番市的即時感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